国历的1月16日起 新北市树林法界禅寺 将起见四圣六帆水路纳斋盛会 佛陀在临山会上应阿南起请 慈悲开示三世因果经 其中今生做官为何因 前世黄金装佛生 相貌端庄为何因 前世鲜花供佛前 今生牛马为何因 前世欠债不还人 这些都是在说明因缘果报的关系 应运的千差万别 都是由于前世用心不同所致 我之前有听了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人他在卖米 他那个秤都会做手脚 做手脚他就很有钱 后来他生了两个小孩 他有小孩以后 他就慢慢想说 我也过去到现在都已经赚了这么多钱了 他就把那个秤就把它毁了 就弄正常的秤 来再做这个生意 结果呢 做做做 这个小孩竟然 这小孩往生了 他真的痛不欲生 他说 我以前做恶 我以前做坏事的时候 就没有这回事 我今天改善了 为什么这小孩会往生 后来有一天 天人就来告诉他了 我跟你讲 这小孩是要来跟你讨债的 你过去欠他多少钱 这样带走了 你能够 能够 不受他的折磨 如果你继续行善 以后有一个报恩的会来 就这样跟他讲 他梦醒了 他才 才领悟到说 原来因为他人 今生会贪 会做一些不正当行为 是因为他前世 可能照那个 习气带下来 变成有那个习气 有那个智慧 去做一些不正当的 如果他能够改邪归正 能够 以后能够重散如流的话 那以后得到的果报 一定会不一样 国立的1月16日起 新北市树林法界财寺 将起见四胜六帆 水路大灾盛会 为全球疫情超度伤亡 1月26日 内坛圆满日送圣 欢迎十方大德弹乐 共襄圣局 统战法义 十方新闻记者 蓝宜荣 台北采访报道